有一个非常暖心的政策 非常暖心的政策 买一辆送一辆 搞错了 再来 大家伙看一下 这个是立刻的 这叫极美110 这款车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几难了 咱请店长给咱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大庞 这个车 首先我只知道它是110的排量 它有哪些卖点 这还比较有特点 我自己总结总共有四个特点 一个特点它是 虽然是110的小机器 但是它是个大轮的小踏板 前后都是12寸的 它的离地间隙 可以接近IDV的小踏板 所以说它的离地间隙 135还是算比较高的 其次第二个特点 外形设计比较精巧 专门请了意大利的设计团队 给它做的设计 加个小分档 感到复古 有质感 第三个特点 它的配置相对来还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有哪些 它无钥是启停 无钥是启动 还是静音启动 还有三秒启停功能 这是启停的开关 对 还有一点 它的贴合式的彩屏仪表 还可触控 触摸的 金基拉那个什么一样 我看它有一个蓝牙的功能 这是啥 蓝牙还可以连接 连手机 可以连接手机 减震 带气减震 小气瓶 这边是个气瓶的一个减震 对 气瓶减震 它的动力还是可以的 虽然是叫110 叫极美108 它的实际排量是1174cc 无线接近125 所以它具有125的动力 又有110的经济性 6.4千瓦 6.4 那我记得有的125是6.5千瓦 确实在这个动力方面 比较接近于125排量的 那要这么算的话 它的这个油箱 存储量是多少 油箱是4.5升的油箱 百公里油耗呢 百公里油耗 1.9接近两个 立刻这个车 做的挺有意思 两个细节 首先是它这边 它这个USB口上里边 这是一个强词的 一个强词 这比那种推进器的 那个要好太多了 另外你看这里 它还有个挂钩 这是反过来的 它们一个挂钩 隐藏式的挂钩 隐藏式的挂钩 来我看看坐筒中间 大红包打开一下 第四个贴等 它的细节呢 延续了318的细节特点 做工比较精致 包括这里面 仍然是雕刻的 香油纹的质感 这个里边目测的话 放个瓢盔 四分之三盔有点悬 我觉得这个 它是不是后期 会出一些那种 相应的配套的 你比如说尾箱支架 有的 对吧 因为它做的 这个底盘 是一个整体的 它下面留了四个预留孔 有了四个预留孔 可以加装尾箱支架 可以加装尾箱 简单说吧 其实这就是一款比较适合于都市里通勤代步使用的这么一个车型 双油门的拉线 其实双油门拉线 这本身就该有 你也有些车型 它单油门拉线 那就缺点 双油门拉线 大家粉都有 而且它还有这个 助车制动这么一个功能 这个其实很实用的 尤其是女同胞们在骑这个车的时候 当你在一个坡上停的时候 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 如果有助车制动 能够避免你一直捏着刹车的这种反动 总之吧 这么一款车 有着这个复古的外观 有着前后的大轮 没有ABS 是CBS 对 CBS前后联动 前叠后骨 这款车 来最后说一下 售价多少 售价10800 10800 大家会觉得这款车怎么样 它还有一个非常暖心的政策 非常暖心的政策 买一辆送一辆 给车 车呢 它还有一个暖心的政策 给车友呢 是三年五万公里 免费保养 那基本上就相当于 你在骑这辆车的过程当中 那些保养是不需要花钱的 我看下来就想要是不需要花钱的 我看下来就会有什么事 你会有什么事 我看下来就会有什么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